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姨 開玩笑的頻道 今天我為大家介紹 如果說背包有像這種多的裝備 那應該怎麼辦會比較好呢 那其中一個方式當然你可以去我們交易所然後去賣 不過一般來講你賣的都會有上限 一般是給三格 但是我多加格數加到六格 那在目前為止呢 其實那個裝備疊的價格非常的快 一來是我們登入有送裝備 二來是我們在快速單元裡面 這個精英地獄裡面其實就可以打到紙裝了 所以目前紙裝的價格其實一直在跌 所以建議大家如果說是聖誕有紙裝的話 也可以趁著這幾天趕快脫手 那其實大家可以看到在這邊交易所的價格 在目前來講 呃... 攻擊武器的價格已經跌到一個非常離譜的狀態了 你看都已經跌到了一萬多的價格 所以其實這種價格你基本上就不用買 那現在來講如果說你有多的裝的話 如果沒有要賣的話 欸 那可以怎麼處理呢? 這邊跟大家講一下就有一個這個分解按鈕按下去 那這邊就可以分解你想要分解的裝備啦 那當然 如果說你不想要就是 呃... 它這邊會自動幫你擺上去 如果說你不想要自動擺上去的話 基本上你就可以把裝備給鎖著 就把好的裝備先鎖著 那這邊會 呃...想分解的就全部放上去就對了 那這個 呃...我們紙裝呢 分解 它就會得到比較多的方塊跟黃金楓葉 那 呃...這個黃金楓葉在換東西是蠻...蠻...蠻好的 所以建議大家拿去分解會比較好 那也是最大的效益 好 得到41個黃金楓葉囉 所以這就是 呃...裝備如果說太多 呃...該怎麼辦的一個方法 那 分解 從時可以得到方塊跟...呃...方塊跟黃金楓葉 好的 那我們接著來洗一下方塊吧 那這個奇怪的方塊它只能洗... 藍框或是紙框的潛在能力 所以 呃...如果說你黃框以上的話就沒有辦法洗了 一次要100個 也太坑了吧 洗一次要100個喔 好吧 那我們只能洗一次 超坑的 變得越來越爛了 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啦 所以大家如果說有多的裝備的話 也歡迎去分解一下 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更多... 風之谷的影片的話 別忘了按下訂閱鈴鐺 以及按下小鈴鐺 下次有新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鈴鐺送給你 那麼 收藍開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...